等一下下午你要去哪裡 沒有啊 等一下要後休息 要開始拉脫肌 再平凡不過的父子對話 對劉士偉來說 曾經的過去是這樣 我記得以前有一次爸爸 好像突然去加護病房住院 然後那時候當下就是因為情況危機 需要去簽放棄急救的同醫所 其實那時候當下想法是 我覺得說如果爸爸要走的話 會不會就是 我就會變得就是 變得比較輕鬆 擔心家庭長大的劉士偉 和父親的關係一直緊繃 父子兩人早就分開各過各的 多年來慈濟志工耐心陪伴 每次從台南學校回到彰化 迎接她的是慈濟志工洪洪勝 師傅 還有 師傅 回來了 好大 成這樣會冷喔 不只對她虛寒問暖 更記得要帶著她去看看爸爸 對啊 吃飽 我有看到亮點嗎 曾經因為乾昏迷 煮東西昏倒燙傷 師傅的爸爸照顧自己 是有一定程度的吃力 像你改天回來 爸爸如果廁所 他可能一座他就沒力 你就馬桶幫他刷一下 帶著他幫忙整理家務 還要趁機拉近父子間的距離 你覺得餓 你帶他跟他帶他 我再教你也不怕 有 師傅 如果爸爸教你下次要走 要走嗎 要走走走 再看看你也說好 好 他說好 你也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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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要問過我也可以 你也說好 可以啦 健康更能知福 慈濟志工也帶著他 拜訪一些慈濟關懷的家庭 還記得我嗎 還記得他嗎 記得 耐心帶著小妹妹畫畫 士維的心也跟著柔軟起來 可以多頭髮 看到他們的時候就覺得說 好像自己都一個 弟弟妹妹可以 對就會想要去照顧他們 讓善念循環 士維選擇了社工系 希望陪伴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與他一樣走出人生的困境 給你做的 我們要去照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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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顧他們 那邊 是個照顧他們 那邊 我們要去照顧他們